下面我们学习第二节 股份支付的确认和伎俩 这一张总共就两节内容 我们教材有一个第三节 其实全部是立体 那么我在讲解上 把那一节的立体 全部分布到每个知识点下面 讲完知识点直接讲立体 我觉得这样更好理解一些 所以实际上就没有第三节了 就是第二节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一张虽然只有两节内容 但是我们第二节内容非常多 有一定的难度 就这一节我估计我要讲六节课 今天我们这一节课呢 只讲第一个问题 这一节有五个问题 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只讲第一个大问题 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的原则 我们前面讲了 股份支付的类型有两大种 一种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第二种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那下面呢 我们就分别这两种股份支付 如何进行确认和计量 首先看够一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它的确认和计量原则 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换取职工的服务 这样一个股份支付 什么叫换取职工的服务 这个好理解 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给我们公司提供服务 这是最常见的股份支付的类型 对于换取职工服务的股份支付 企业应当以股份支付 所授予的权益工具的光云价值 比如授予股票弃权 它就是权益工具 比如授予限制性股票 那就是权益工具 也就是说应当以授予的股票弃权 或者是限制性股票的光云价值 来计量股份支付的成本费用 具体来说 企业应当在等待期内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比如在12月31号 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 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什么叫可行权权益工具 数量的最佳估计呢 我们每年末要预计 还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离职了 还有多少人在这 因为每一年这个人数 可能是动态的 应当做个最佳的估计 意思也就是说 最准确的估计 按照权益工具 做记号 授予日的光云价值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 记录相关资产成本 或当期费用 同时记录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这一块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按照什么时间点的 悬疑工具的供应价值 是按照授予日 而不是按照 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今天授予 职工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说白了就是 给对方股票期权 那么对企业来说 要确认他的成本费用 因为我们获得了服务 员工给公司提供服务 他是提供服务方 我们是接受服务方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承担这个成本费用的 你要将来给他股票的 所以我们要确认 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 如果是生产车间的 我们记录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如果是管理部门的 我们记录管理费用 那一般来讲 大部分情况 都是公司的一些高管 或者说是一些技术人员 比如研发部门 那么可能记录研发支出 如果资本化的话 那就记到资产成本了 同时记录资本公寄 其他资本公寄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今天授予对方的是 全一结算股份支付 全一结算股份支付 前面解释过 就是将来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 或者其他的这个权益工具 给职工的 所以形成是所有的权益 因此我们这儿进了呢 进入资本公寄 其他资本公寄 那接下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资本公寄 它的明细科目 有两个 一个叫股本溢价 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所讲的 其他资本公寄 股本溢价呢 往往是在发行股票的时候 等等 涉及到企业募集资金 那么涉及到股本溢价 其他资本公寄 这个明细科目 有两处业务 涉及其他资本公寄 大家要回忆一下 第一个是 我们在长期股权投资 那一章讲过 权益法下 当被投资单位 除了实现金利润 除了其他总和收益 除了利润分配以外的 其他的所有权益变道 我们也应当按照 享有的比例 确认我们的 资本公寄 其他资本公寄 同时调成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 借长期股权投资 明细科目 其他权益变道 带资本公寄 其他资本公寄 或者做相反的会计反对 那是第一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出现了资本公寄 其他资本公寄 明细科目 今天我们这是第二个地方 也是出现资本公寄 其他资本公寄 也就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一方面确认成本费用 另一方面要进入资本公寄 其他资本公寄 就这么两个 资本公寄 其他资本公寄 就这么两个业务 好 这是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换取职工服务 这样一种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它的确认和计量的原则 接下来呢 我们就结合教材立体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个观点 我们讲完一个知识点 就接着配到立体 我觉得这样一个教学的方法 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就没有第三节了 把第三节立体 安排到这个每个知识点的下方 一起来看一下 教材立体二 A公司唯一上市公司 2017年1月1号 A公司向其200名管理人员 每人授予100份股票期权 我们教材说100股 期权一般是一份一份的 这个单位来表示 改一下 这些职员从2017年1月1号起 在A公司连续服务三年 即可以5元每股的价格 购买100股 A公司股票 算货益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它的行权条件 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属于什么呢 叫服务期限条件 你只要在这工作三年 你将来三年以后 可以每股 5块钱的价格 购买公司 100股股票 当然这是 编个题目而已 其实在实误当中 100股算是吧 100万股还差不多 是不是 有的高管 你别看100万股 500万了 是否拿得出 公司高管 挺有钱的 拿得出来的 5块钱 100股 这是编个题而已 给大家说明一下 实误当中 可能是几万股 几十万股 几百万股 等等 如果反过来说 如果是巴菲特 所掌管的公司 它的股票 给我100股 那还差不多 是不是 因为人家公司的股票 每股 每股的价值 那就是30万 40万 美元 一股 一股的价格 那还差不多 是不是 那我们这 5块钱一股的股票 给大家说一下 另外呢 A公司估计 该期权 在授予日的 光云价值 为每份18元 这个数字很重要 我们要的就是 授予日光云价值 在15单中 这个光云价值 往往都是通过 专业的 第三方 这个咨询公司 通过股票 期权的 这期权的模型 评估出来的 这个不是自己 随便可以确定的 评估下来是 每份18元 继续 第一年 有20名职工 离开A公司 A公司估计三年中 离开的职工的比例 将达到20% 第二年 又有10名职工 离开公司 公司将 估计的职工的 离职比例 修正为15% 第三年 又有15名 职工离开 那其实最终 三年以后 走了多少人 20 10 15 其实就是离职到 45 总共200个人 其实最终 还有多少人 还有155人 他们是连续服务三年的 那么将来 他们这些人 就可以以5块钱的价格 购买A公司 发现的股票 下面看分析 按照股份支付 会计准则 本利中的可行权条件 是一项服务期限条件 这个还没讲到 先说一下 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连续服务三年 是不是 就是以这个条件 来决定 是否可以行权 接下来 给我们一张表 计算 每个会计期间 应当确认的成本费用 是多少 2017年 当时是200人 乘以1减20% 因为根据体制条件 他估计 三年装 有20%人要离职 那其实就乘以矿 一截 20% 预计有160人 在这 每人100分 就是100股股票 每份期权呢 其实可以获得 每股股票 题目也没有说得很清楚 题目一般都会说清楚 每份期权 可以购买一股股票 那就100分期权 就100股股票了 然后乘以18 18就是授予光源价值 但是要注意 这样乘下来的数字是 总的成本费用 而我们现在是 分三年 高管在我们这工作三年 那么工作三年呢 我们把它分摊到三年里面去 那么第一年不就三分之一吗 所以这儿我用颜色标了一下 三分之一 其实 类似于 它的完工的进度一样 你要在这工作三年 接着今天 你已经工作一年了 那么本年度 就分摊三分之一 就这样的理解 如果这个人数不变的话 那这个费用就在 每一年里面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但是它人数是动态的 所以我们还要 每一年末还要 要再算一下 这样算出来 2017年当年的费用 三分之一下来是 9万6 接着2018年 预计离职比例是15% 修正了 那就200乘以矿 一减15% 乘以105 乘以18元 注意 乘以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什么意思呢 累计到今天 已经完成三分之二了 两年了呀 就像王公进度一样 乘以三分之二 然后这是累计的 两年 三年当中 截至今天累计 两年过去了 那不就三分之二吗 是两年的 减去上一年的 剩下就是第二年的 所以这个10万8千 是这样算出来的 然后最后一年 最终确定下来是155人 乘以每人100股股票 乘以18 三年三分之三 其实教材都不写了 我写出来是 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问题 你熟练了以后 也可以不写 总的155乘以100乘以18 这是总的成本费用 减去前两年累计的 二十万四千 剩下就是第三年的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费用 根据权责发生之下 分摊到每个期间 因为员工不是在某一年 给我们服务 是三年都在服务 因此我们要把这个费用呢 要分摊到每个期间去 这样也符合配比 那既然每一年数字算出来了 下面就进行账务处理 首先 2017年1月1号 这一天授予日 是不进行账务处理 我们只是授予它一个期权 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这个问题 接着到12月31号 根据刚才那张表算出来的 今年应当确认的成本费用是9万6 因为是公司高管 就进入管理费用 是哪个根据授予对象 授予对象 你是哪个岗位的 就进入相应的科目 因为这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进入资本公计 其他资本公计 所有的权益 这是2017年 接着2018年 那么都一样的了 这个数字刚才已经算好了 是十万八千 借管理费用带资本公计 2019年七万五 借管理费用带资本公计就可以了 接着 我们给大家画一个第一次赢账户 那就是资本公计 其他资本公计的明系科目 17年9万6 18年10万8千 累计20万4千 19年7万5 最终累计下来是27万9 其实27万9是什么概念呢 是155人 每人100股 乘以那个公议价值 算出来的 是吧 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 那接下来最后 假定全部155名职工 在2020年12月31号 行权了 行权的意思是什么呢 可以导致是股票几权 也就是说 三年以后 这些高管155名的职工 都满足行权条件 他们有一个权利 是以5块钱的股价格 从公司购买股票 站在公司的角度 A公司的角度 也就是以5块钱的价格 向公司高管发行股票 也许此时 我们的市场价 也许是已经40块钱了 高管只要按照5块钱的价格 购买股票 然后在二级市场上 出售股票 获取这个收益 因此 对A公司来说 今天说白了就是发行股票 但是呢 不是按照市场价格发行股票 而是按照 当初约定的行权的价格 5块钱的价格发行股票 155人 每人一百股 5块钱的价格 高管向公司 支付银行存款 七万七千五 但在公司的角度 收到银行存款 借银行存款 七七五零零 同时将原先资本公司 代方这个余额累积数 27万九从借方 全部截转掉 这样截转以后 这个资本公司啊 就为零了 我顺便说明一下 资本公司 两个名习科目 第一个是股本一价 我们前面讲过 第二个是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这个名习科目 有一个特征 在业务发生的时候 确认资本公司 当这个业务交易事项 结束的时候 必须要把对应的金额 全部结关 结完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在权益法里面讲过 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这个名习科目 权益法下 当被投资单位将股权处置时 应当将相应的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转到什么科目 投资收益 转完以后 那个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就 为零了 没有了 什么概念呢 就是 装款装用的感觉 是当时这个业务 确认的其他资本公司 当这个业务结束了 这个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它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 要截掉 今天也是如此 当初 我们作为权益工具 股份支付 一方面确认成本费用 另外一方面 记录所有的权益 既在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今天 当高管行使这个权益了 那么我们应当 也就是这个事情结束了 要将这个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从相反的方向 把它结清 此时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民息购为零 注意 不是结账股份一价 而是其他资本公司 一对应的 同时 今天因为是发行股票 所以代房贷股本 每股面致一块钱 所以是15500 然后这个差额部分 进入资本公司 股份一价 发行股票 一价 相当于一价发行股票 记住资本公司 股份一价 这样就完成了 也有同学说 诶 那这个资本公司 怎么往这转呢 这么结掉了 实际上就想着 相当于转到 股份一价里面去了 实际上 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说白了 相当于 你把这两个 合在一块 这个对应的金额是18元 这个对应的是5元 相当于公司 按照当初约定的价格 23块钱发行股票 其中18块 是由于高管为公司提供服务 由公司承担的成本费 高管这一部分就不花钱了 不出钱的 因为我提供服务了 另外那个5块钱 高管是花钱的 有的情况下 高管不用出钱 零 直接就是按照 资本公司18块 借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带股本 剩余的寄到股份一价 那就相当于 直接按18块 发行股票的 高管都不花钱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有个行权价 比如5块钱 说白了就相当于高管 一方面花了5块钱 另外一方面 他不是以现金的方式 而是以三年的服务的方式 获得这个股票 因此我们今天 要把这个资本公司呢 其他资本公司 其实就相当于 转到股本一价里面去了 好 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 它的使命结束了 为零了 就可以了 好 这是给大家 结合教材立体 讲了一下 权益结束股份支付 怎么样 进行会计处理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道题 第3 2017年1月1号 A公司为其100名管理人员 每人授予100份股票期权 第一年末的可行权条件 为A公司净利润增长率 达到20% 第二年末的可行权条件 为A公司净利润 两年平均增长达到15% 第三年末的可行权条件 为A公司净利润 平均增长10% 每份期权在授予日 光云价值24款 这道题跟刚才不太一样 刚才的行权条件是什么呢 连续服务三年就可以了 称之为叫服务期限的条件 那么例题三不一样 它没有确定时间的 它其实是业绩条件 经利润增长 一些财务指标 比如说 营业收入增长多少 经利润增长多少 或者金资产增长多少 等等 一些财务指标来衡量 称之为叫业绩条件 我们后面会讲到 就根据其的业绩 是否达到 来确定是否可以行权 而且这道题是 你只要哪一年达到 那么哪一年就可以行权 第一年达到了 那就第一年就可以行权了 如果第一年没有达到 第二年连续 两年平均增长15%了 那也行 那你什么时候业绩达到了 什么时候就可以行权 获得这个股票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2017年12月31号 A公司净利润增长了18% 不够 我们要求20% 同时由8名管理人员离开 公司预计 明年将以同样的速度 什么叫同样的速度 那也是18% 如果是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那第二年能够达标吗 能够可以行权吗 要求两年平均15%就可以了 增长15%就可以了 如果今天是站在2017年12月30号 预计2018年 明年应该是可以同样的速度 18% 那就意味着 虽然我今年不够行权 但是我认为明年就够了 问大家 如果真的明年就可以的话 那其实他这个等待 70多长时间 其实就相当于两年最终实现了 是不是 另外 A公司预计 2018年12月31号 将由8名管理人员离开 好 这是17年12月31号做的预计 然后2018年12月31号 第二年末 A公司净利润仅仅增长10%了 不行 没有达到 10%加上去年18% 两年平均增长才14% 不够 因此无法达到可行权条件 但是 A公司预计 2017年至2019年 三年金利润平均增长 可以达到10% 那意味着站在第二年末 他认为 虽然我第二年还不够 但是我预计 明年以后 三年平均能达到10% 那是可以的 那说明什么呢 在第二年末 他又把美好的月望 寄托在第三年了 预计第三年末 我应该是会的 我想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呢 这个等待期改了 调整为 重新估计为几年了 三年了 因为今年又没实现 所以在2018年末 他预计 明年应该可以 很美好的月望 寄托在第三年 另外 2018年有10人离开 预计明年有12人离开 那实际上 已经离职多少人了 18个 去年走了8个 今年走了10个 预计还有12个 接着到了2019年 12月31号 A公司净利润增长8% 那够吗 看一下 前面是一个18% 一个10% 一个8% 如果就算 来个算术平均吧 我就假定来个算术平均 那这个是36% 不正好吗 是不是 平均资产12% 12% 是不是超过10% 真的可以了 那可以了 那就三年期 相当于是第三年 符合条件了呗 所以他的等待期啊 是不固定的 不像前面那道题 连续服务三年 意味着行权条件是服务 期限条件 等待期一定也是三年 这道题 他不确定 第一年达标 第一年就拿股票了 那就更好 第二年 那就意味着你还要工作 你要连续两年工作 那第二年达到 这要哪一年达到呢 你就哪一年 那这道题呢 实际上最终是第三年 又离职了八个人 那就是 8-10 再减8 26个人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这道题 按照股份支付会计的准则 本利中的可行权条件 是一项非市场业绩条件 这个我们等会给大家 后面给大家解释 我们暂时呢 只要掌握它的确认伎量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 就是业绩呗 跟业绩是否达到了 那作为行权的条件 第一年末 虽然没有实现金利润20% 但是A公司预计明年将可以 所以呢 调整为两年的等待期 因此将预计的等待期调整为两年 离职比例呢 2017年末已经离职八个人 预计 后面 2018年将有八人离开 所以呢 就是再减去一个八 这是2017年的情况 再看2018年末 两年存在15%已经再次落空 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是不是 但他认为三年是可以的 说白了就是等待期又修正为三年 已经离职18个 预计明年还要离职12个 所以人数修正为70个人 第三年末 目标实现 实际离职人数 第三年实际离开是8个人 那实际上再重新调整一下 下面同样也是一张表 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年 已经离职8个 预计还要离职8个 减去16 然后每人100股 乘以授予收入公民价值 注意这道题的重点在这 当时第一年不够条件 但认为明年应该会的 那站在2017年末来说 他们公司的财务总监认为 那我这个股权积累计划 两年应该可以 既然是两年 那么2017年不就二分之一吗 2018年也应该 应该也是二分之一 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所以算出来 18年800 但是到了2018年 我们发现两年不够 如果2018年真的可以了 那其实2018年 实际上总数减去上一年的 或者说分别是二分之一 就可以了 是不是 如果人数没有变化 那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如果人数变化 就把总数减去上一年的 就结束了 但实际上这道题告诉我们 第二年仍然没有实现 仍然没有实现 然后把美好的愿望 记作在第三年 他认为明 第三年我是可以的 既然第三年是可以的 大家想一想 那就意味着这个 等待其实多长时间 三年 三年 截至今天已经两年过去了 那就乘以三分之二吧 就是前面所说的 王公的进度 所以现在要修正一下 我用颜色标了一下 怎么去理解它 好 然后再减去10万08百 上一年的到几处 第二年的 一万一千二 接着2019年 离职八个 十个 又走了八个 乘以100 乘以24 乘以三分之三 我省略掉了 乘以三分之三 因为已经实现了三年 减去前两年的累积数 倒击住第三年的 65600 就可以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不管哪一期 都始终 按照 授予日的 全益工具的 公允价值 来确认成本费用 好 这就是全益结算 股份支付 它的会计处理 分路不用写了 其实和刚才题目 完全一样 数字改改而已 这就是给大家讲了一下 有关全益结算 股份支付 换取职工的服务 下面我们来做一道题 练习一下 2023年1月1号 经股东大会批准 甲公司向50名高管 每人授予 一万份股票期权 根据股份支付协议规定 这些高管 自2023年1月1号起 在甲公司连续服务三年 这就是行权的条件 服务期限条件 即可以每股五元的价格 购买甲公司 一万股股票 你看我们的题目 就是很简 一万份对应的 一万股股票 这个单位也表达的准确 2023年1月1号 每份股票期权的 公用价值15块钱 这个数字很重要 2023年没有高管离职 甲公司预计 未来两年 将有五名高管离开 2023年12月31号 授予高管的股票期权 每份公用价值13块 不需要 我们盯着就是盯谁 盯着授予公用价值 这个13就是为了迷惑你的 想让你犯错误的 甲公司应该向股份支付协议 在2023年 应确认了职工薪酬的费用是多少 所谓职工薪酬的费用是多少 那就是基础成本费用的金额是多少 说白了也可以理解为 基础资本公金的 其他资本公金的金额是多少 2023年是第一年 那其实2023年总共人数是50名 然后未来两年要离职五个人 今年没有人离职 那就减去五 然后每人一万份 是不是啊 每份价值多少 15 每份价值12 15乘以15 这是几年呢 三年 三年对我今年来说 那不就是三分之一吗 是不是啊 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那就是五 五乘45 二百二十五 C 二百二十五 四十五个人嘛 最终下来是四十五个人 乘以 这就相当于是五吧 二百二十五 对的啊 二百二十五 OK 那就出来了 其实只要掌握方法了 这个题目还是很好算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换取职工服务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换取其他贩服务 还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什么叫换取其他方呢 是外部单位 不是我们自己的职工 比如我们委托一家 咨询公司 给我们提供咨询的服务 我们不是向对方 直接支付现金的 而是授予对方股票期权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那么此时 对于换取其他方服务的股份支付 企业应当以股份支付 做获取的服务的公允价值 对方咨询公司 向我们提供的服务 它的公允价值金额多少 按照这个金额来取计量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换取职工服务 是按照授予职工的 全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 今天是我们获得的服务的公允价值 本来自行公司给我们提供服务 我们是按照换取的服务的公允价值 给对方支付现金的 现在我是给股份 给股票期权等等 那以什么来计量呢 以获得的服务的公允价值计量 将其寄入成本费用 就这个金额是多少 借管理费用等等 带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就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一个提示 那如果其他方服务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 那这个时候 求其次 退而求其次 那就以悬引工具 如果悬引工具 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话 我们就以悬引工具在服务取得日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注意一下客观体 不是特别重要 重点掌握前面 第一 换取职工服务的股份支付 确认和计量的原则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大类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虽然在我们现在目前上市公司实务当中 这种情况比较少 但是作为一个支持点 我们还必须要掌握 他的会计处理原则是 企业应当在等待期内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也是在 比如12月31号 以对可行权情况 最佳估计为基础 啥意思啊 就是和前面讲的一样 我们刚才讲过那道立体 大家也能够感受到 每年年末 我们要根据离职人数是多少 离职比例是多少 来确定人数 按照企业所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 怎么是负债呢 前面说过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将来是像 职工是支付现金的一种凡事 只不过是要根据公司股票价格作为参考 算出多少现金支付给高管 称之为叫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根据其按照企业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 记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就切法的科目 切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或者是管理费用等等 代方不一样 毕竟是现金结算 对企业来讲 产生一样意味 所以应当记入应付职工薪酬 所以从管理角度来讲 这种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它也是企业的用人成本 这种股份支付 也是企业用人成本 所以它也是属于职工薪酬的内容 代应付职工薪酬这个科目 并在结算前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和结算日 需要对负债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公允价值增减变动的金额 记入一个科目叫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有什么意思 我们接下来结合教材立体 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教材立体四 2015年初 A公司为其200名中层以上职员 每人授予100份现金股票增值权 现金股票增值权 属于现金结算股份支付的类型之一 还有一种叫什么 叫模拟股票 模拟股票 那我们比较多的是现金股票增值权 这些职员从2005年1月1号起 在该公司连续服务三年 即可按照当年股价的增长幅度 获得现金 该增值权应当在2009年12月31号之前行持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一个失效日 我们前面第一节课讲的时候 不是讲到权益 股份支付那个图形 那个流程啊 它有四个环节 那张图里面最后一个时间叫失效 就是过期作费 你必须要在这个之前要行持这个权 A公司估计 该增值权在负债结算之前的 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以及结算日的公民价值 还有可行权后的每份增值权 现金支出的金额 下面这张表 有同学问我这个表数字怎么来的 以致 两个字就帮你答复了 以致条件 什么条件呢 这是权益工具的光影价值 现金股票增值权 它的光影价值 然后这个是将来公司根据股票的价格 作为参考 支付给职工 按照这个价格 支付给职工的现金 题目以致条件 下面我们继续看题目 第一年有20人离职 A公司估计三年中将有15人 还有15人离职 意思也就是总共35人 第二年又有10个人离职 A公司估计还有10个人离职 第三年又有15个人离职 那其实最终是多少人呢 最终45人 是不是 45人 它总共是200人 那就是155人 第三年年末 有70人 有70人 行使这个权力 大家算一下 总共200人 离职了45个人 其实 有权力行使的数量是155人 在第三年末 三年 连续服务三年前面的条件有 他们就可以行使他的权力 有70个人等不及了 拿钱走人了 他们按照什么价格 2007年 就是第三年末 这是第一年 这是第二年 这是第三年 第三年末时间一到 这些人呢 吉普克莱德 他要钱 给我再说 那就按照什么价格 16 公司也按照这个价格 支付给他们现金 到了第四年末 其实这个人 还有多少人 还有85人 是吧 另外85个人呢 有耐心 他们是公司的高管的 他认为公司的业绩 还会增长 公司的业绩 在增长的话 公司的股票价格 就会上升 公司的股票价格 上涨的话 他们折算现金 就折得更多一些 所以他们说 我们继续等待 好了 到了第四年末 有50人认为差不多了 这题目里面有吗 那他们呢 行使这个权利 那他们是按照20块钱 根据题目的条件 那就按照20块钱 支付现金给高管 其实还剩下多少人啊 还剩下35个人 是不是啊 35个人 剩下35个人 第五年末 也行使这个权利 他们为什么呢 不得不行权了 第五年末是哪一年 第五年末 其实已经是09年了 09年前面题目里面说了 2009年一 12月31号 截止 过期作废 那不得不行权 他们 按照25块钱 还是核算的 因为价格在上涨 是这么一个关系 我们把题目的条件 这样理一下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张表 首先看空号一一张表 费用和应付职工薪酬 这儿大家把 你们有教材的同学 把教材改一下 教材上也不知道 错了多少年 反正有股份支付类 张开市高 今天一直错的 这明明是应付职工薪酬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怎么能写资本公金呢 是不是啊 应该是应付职工薪酬 知道一下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这张表 发现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比前面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这个表在算的时候 更复杂一些 虽然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感觉应该简单 但是我们在做题目时 发现它更复杂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周杰人第一年 2005年 当时 有20人离职 预计还有15人 所以减去35 每人100份 然后乘以14 注意注意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是按照授予 比如1月1号 那个点 它的光影价值 始终不变的 一个价 第二年第三年 都是那个价 但是今天不一样 今天是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前面我刚才讲的是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那如果是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是按照什么 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的 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的 金结来进行计算 要注意一下 以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 它的光影价值来计量 所以呢 以14 明年15 后年18 是这样一个概念 因此 我们第一年是乘以14 由于 等待期三年 所以就乘以三分之一 就可以了 算下来是 77 当期的费用 也就是77 然后第二年 减去40 离职了20 第二年又10个人离职 还有10个人 那么就是减去40了 乘以100 乘以注意 就是刚才所说的 以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的光影价值 重新计量 这就叫重新计量 15 然后乘以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因为总共三年 是确定的 那今年是第二年 那就肯定三分之二了 当然三分之二 算出来的数字 是个累计数 是两年的累计数 是不是 记在负债里面 那第二年是多少呢 当年是多少呢 当年就83,000呀 83,000怎么来的 83,000就是把括号3 减去括号5 是不是 减去上一年那个括号5 我就干脆直接写数字 16万减去77,000 16万减去77,000 所以既然以16 减去前面那个风筝 教材这个表呢 其实并不好理解 待会儿我会教你一个方法 你在做题目时 按照我的方法 教你一招就可以了 接着看第三年 07年 07年已经离职45个人 这是实实在在的 然后这70个人 当年就行权了 所谓行权的 就是给他们支付现金 付多少啊 70个人乘以14 我们刚才是应该 每人100嘛 再乘以 10 不是14 16 16 乘以16 好 然后 说明还剩下这些人 这才是我的负债 那其这个人 已经当年就给钱了 就支付现金了 剩下的人 就是刚才我们在这所列的数字 85个人 形成负债 按照今天的光源价值18 乘以三分之三 因为是第三年结束了 三分之三 这样累计一个数字 一个余额的负债 算出来是多少呢 那其实就是15万3 15万3 这是负债 这是个70个人 已经给过了 就不再是负债了 这样算出 当年的费用是10万5千 好抽象的 别看书上这张表 我下面就教你一个方法 请大家看一个定音子银账户 如果我们做题目 我们在操稿纸上 画一个定音子银账户 定音子银账户 是我们快捷项工具 最基本的工具 你要用 这是我们的工具 你要经常用 会用 很擅长利用它 大家看这张表里面 05年是第一年 根据题目的条件 05年是第一年 确认的费用是7万7 这个数字 我们算得出来 06年是83 我们也能算得出来 83 累计是16万 累计是16万 然后关键是第三年 2007年 第三年 第三年还有85个人 每人100份 光源价值18 意味着我们承担的负债是 15万3 总共155人 有70人 当年就行使这个权力了 所以身下的还有85人 是对公司来说 形成负债 那70个人 他们支付现金的时候 上照16元支付的 11万2 相当于发放工资一样的 借应付职工金筹 待银行存款 所以那不是从借方登基吗 是不是 余额还剩下15万3 那今年的发生额 怎么算 到几万 这就是我教你的方法 你在草稿纸上 画一听信账户 期初有了 期末有了 借方发生额也知道 到几处 本期的 确认的成本费用 X 等于十万五千 教材的那个表呢 本质上就是根据我 这个丁字形账户来的 说白了 他喜欢用表 其实他编书的人 是学理论 理论界的人 我们是做实物的 我们在实物当中 是丁字形账户的 这样不就很明显 就出来的吗 是不是 你表格还去研究 他的表格的关系 你考试还去画个表 丁字形账户多值观 是不是 同理 我们再算一下 2008年 回到前面 我们直接就在 这张表里面完成 2008年 根据体论的条件 有无事 行事权利 按照 每股20块钱 每份 增值权 20块钱的价格 题目一致 给他们付现金 付点10万 那我就是借应付 直婚金筹 代银行存款10万 85个人 有50人 行事权利 拿钱走人了 当然也不一定走人 拿钱了 有的高官认为 公司还挺好的 我拿了钱 我还继续工作 是不是 那么剩下还有多少人 35人 35人 按照今天的光年价值 21来算 对公司来说 形成负债 7万3千5 那么 今年 确认多少成本费用呢 倒挤出来的 根据定次行账户的关系 算出来的 教材的一张表 就是根据定次行账户的关系 列的一张表 X等于20500 这是08年 接着09年 最后一年 是第五年了 其中是7万3千5 35个人 35个人 今年这35个人 全部 要拿钱了 按照25块钱的价值 给他们支付了 所以期末是为零 是不是 期末为零 因为必须要行全了 没有人了 35个人 全部兴权了 那这样 大家想一想 要是期末余额为零的话 发生额倒计出来 Z等于14000 作为09年的成本费用 所以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啊 真的比前面那个 全益结算股份支付算比较复杂一些 它要倒计的 你看看这张 这个定次行账户里面 第一年很简单 正常化 第二年很简单 正常化 第三年 它就涉及到支付现金了 所以就稍微复杂了 因此采用这种方法 我教你这个方法啊 教你这一招 然后算出07年的 08年的 同理算出09年的 好 这是首先这张表 接下来 快去处理 还有一些细节问题要说的 同样的 其实有一个没写啊 2005年的 1月1号 这一天 不做分路 这一天是 授予 不用进行会计处理 和前面一样 然后接着2005年 12月31号 第一年 77,000 表里面算出来了 77,000 那就好办了 77,000怎么来的 我们这也列个式子 说明一下 其实就是前面表里面的 然后第二年 83,000 怎么来的 减去上一年的 77,000 前两年 多好算 接着第三年 第三年 首先支付的 那个 现金 就是已经离职 有70个人 70个人 乘以 每人100份 乘以16块钱 寄入 应付职工薪酬的借范 说白的 相当于 发放工资了 然后当年的 还有10万5千 10万5千 刚才这么来的 就是刚才这个 丁子银账户 倒挤出来的 期初知道了 发放的金额 期末知道 倒挤出 本期的发生了 代办发生了 10万5千 接着 再看2008年 2008年 支付10万 这个没问题 50人 每人100 乘以20元的价格 但是 考点来了 考点来了 2008年 确认的金额 我们前面不是算了个 20500吗 坏吗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20500 没有寄到管理费用里面 而是寄入 公允价值 变中损益 给大家解释一下 05 06 07 3年的 成本费用 都是寄入管理费用 或者说 寄入相关的资产成本 那是因为在等待期 3年 等待期内 确认的成本费用 要根据受益对象 该寄入哪个科目 寄入哪个科目 今天2008年 这儿不一样 3年的等待期结束了 后期的 这个价格的 调整数啊 他已经和哪个 岗位是没有关系了 可能这些人都离职了 完全有资格离职啊 我你给我钱 我到复合条件 三年了 那你就形成一个负债 你看那有70个人 不是都拿钱了吗 甚至有可能离职了吗 是不是 或者说没有拿钱的人 他也可以离职啊 也可以不在这工作了 所以跟哪个科目 没有关系了 跟哪个岗位 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又有这个金轮呢 是因为在07年末形成的负债 到了08年末 由于这个公司的股 现金股票增值取源 它的公允价值还在变动 你看前面一张表 前面我们一张表里面 当时有18到了21 是不是啊 价格越高 将来呀 就意味着这个 光允价值总数越高 意味着企业承担的成本费用越高 那这个成本费用是属于什么 属于 企业一向负债 光允价值变动所造成的 所以相应的技术光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是这个这个科目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一块是一个考点 要做成记号 前面三年等待期 该技术生产成本 该技术管理费用 技术管理费用 没错 现在不在等待期 这个变动是因为光允价值的变动所引起的 现金股票增值权 它的变动导致企业承担的负债在变动 今天实际上是光允价值上升 导致企业承担的负债增加 带应付指婚薪酬 所以借放借光允价值变动损益 反之如果三年以后 等待期结束以后 那个光允价值下降的 企业将来付的钱就少了 那其实就是做相反的会计方式 你下降了 那么就是借应付指婚薪酬 带光允价值变动损益 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是08年 已经不在等待期里面了 同理09年也是如此 09年35个人 支付了87500 另外我们刚才算出 Z等于14000 这是Y 前面这是X X是07年的 没错 它是要寄到管理费用 但是08年不一样 09年都不一样 记录光允价值 变动导致企业这个科目 好 请大家注意这个指示点 这就是有关现金解算 公分支付 听完课以后 你复习的时候 当然听完课 我一直给大家讲一个学习方法 三个步骤 听课 消化 做题 那消化的过程当中 就是把刚才听的 讲的内容 在自己再理一遍 能不能理解呀 转化为你的劳动成果 那你这道题 你可以自己做一遍 挥缩了 OK 操考只要做一下 分头都对的 OK 那不就说明你找了吗 听课的效果很好 那你接下来就进入第三个环节 你做情绪无关一上面的每一张的习题 等我们这一张学火学完了 这一张没学完以后 你可以 干什么呢 接下来听下一个课件 就这个道理 当然咱们这个课件还没结束 给大家说明一下 好了 下面我们来做一道题 我的想方法就是 出创立题讲完以后 我们对呢 就实实在在的 这么一道题 甚至你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先暂停啊 你自己先做一遍 你都做出来了 你觉得不挺开心的 说明什么 说明你不用听老实的讲 分析你都可以做了 说明你掌握了呀 所以我一直给你讲这个方法 下面我们看题目 2021年1月1号 甲公司向其100名管理人员 每人授予10万份 现金股票增值权 这一看 这是什么 这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行权条件为 刹主管理人员 从2021年1月1号起 在该公司连续服务4年 这是行权条件 4年时间 截至2022年12月31号 甲公司就该向股权激励计划 累计确认负债5000万元 这是前两年的 21到22 另外2021和2022 各有4名人员离职 2023年有6名管理人员离职 预计2024年有2名管理人员离职 那说明今天这个时点 是站在2023年的角度 预计明年还有两个人离职 2023年12月31号 每份现金股票增值权的股 光影价值为11元 这个数字非常重要 我们应当以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的 光影价值重新计量 现金股票增值权的光影价值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该向股份支付 对2023年当期管理费用的影响 金额是多少 总共是4年 截至今天是2023年前面3年 那就相当于4分之3 4分之3减去前两年的 前两年已经告诉我5000万了 是不是啊 不用你算 那么剩下的不就是2023年的 当期的管理费用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关键是吧 2023年 这4分之3总共是多少 那就根据人数了 总共是100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总共是100人 然后2021和2022 各有4名人员 4名高管 考试题就考你们马达哈的 你们有的同学是马达哈的 就没看见那个歌 学好语文很重要 那其实就是8个人 有同学就是减4个人 那这样有可能就算出一个错误的答案 或者说 ABCD选项里面找不着你的答案 抓狂啊 一直就是怎么咱 我这个方法对的呀 我怎么就算不出来呢 在考试的时候特别紧张 找啊找啊 如果我出题我会挖个坑 我就给你个错误的 让你算一下 好了 那么提醒大家 减去4减4减6再减2 减6再减2 然后乘以每人10万份 乘以今天的光云加的11元 乘以4分之3 4年 有同学马达哈到什么程度啊 他来个三分之2 或者说搞不清楚为什么 他就搞三分之3之类的 为什么 他老是做的题目是三分之3 三分之3 我们前面教材题目都是三分之3 然后他就形成一个惯性 这就是说死基因碑的做题目 机械的做题目 一定要灵活 算出来总共是6930 6930减去前两年的 累计5000万题目一致 算出当年是1930 当然是A选项 我画给定资金账户 大家也就理解了 2021年多少 2022年多少 反正咱具体多少不知道 题目告诉我们 累计是5000万负债 这可以了吧 然后你把2023年末的余额算出来 这不相当于余额吗 是不是 相当于是个余额的概念 四分之三 所以我们就算出 当年的发生数 X1930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一道题 就是有关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你按照我刚才讲的方法 你先别听 先暂停下来 你自个儿做一下 做对的OK 你看多好呀 是不是 然后为了更好的达到这个学习效果 你听一下老师 有没有讲给你注意的地方 也OK了 现在老师把这个答案都告诉你 减4减4 听完了以后你再做 好你知道了 等你下一次做另外一种题目 可能又不知道了 又掉到坑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先自己做一遍 效果更好一些 好 那么这道题就分析到这 那这节课呢 我们暂时就学习第一个大标题 实际上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两种股份支付 一个是全英结算股份支付 一个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它得确认计量的原则 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 下节课我们再见 拜拜